大家我們才關心今天的天氣 那麼提醒大家今天晚上開始 我們台灣就會逐漸受到冷空氣 大陸冷氣團南下的影響 要特別注意溫度會降 而且北部跟東半部 營風也會轉成有雨的天氣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全台灣沿海的風速 幾乎都會變大 所以這個風浪也會變大 提醒大家要特別的注意 今天晚上大陸冷氣團南下 天氣是會有比較明顯的轉變 我們首先從雲圖上可以看到 原本今天其實有可能是空暖 但是因為在我們台灣的東半海面上 有一個低氣 所以造成在北部跟東北部地區 這個整個一天下來 還是有斷斷續續的一些短暫的陣雨 所以天氣還不是很穩定 那麼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北方的這個冷氣團 大陸冷氣團就會逐漸南下 那麼這一波的話 冷空氣其實照以來 這個水氣量也不是算很多 但是因為這個冷空氣南下影封面 在這個東北風增強的情況之下 影封面北部跟東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雲量也會變多 所以會轉成降雨 機率會提高 會比較容易有這個短暫陣雨 那麼另外東北風增強 這個沿海風浪變大 另外就是溫度也會逐漸的往下降 不過根據這個定義上來說 大陸冷氣團是會使 台北的低溫降到13度 但是今天晚上還不會 那麼真正會降到 大概13 14度的時間 大概是在明天晚上到 禮拜五的清晨 還有禮拜六的清晨的這個時間 是有機會在我們中部以北 東北部地區低溫會下降到 只有大概14 15度 那麼空旺地區是有機會下降到 只有13度左右 甚至還要再更低所以提醒大家 變冷的時間 今天會有一波這個變冷 另外就是明天的話呢 到禮拜六呢 還會再有另外一波這個變冷的時間 要特別注意的 除了說冷到什麼程度之外 還有就是這個變冷的時間點 要特別的去掌握到 這個要特別注意調整 我們的這個穿著衣著 那麼來看一下天氣的部分的話 其實在未來幾天都算是不太穩定 最主要就是第一個是 Info面是容易下雨的 那麼中南部在目前的話 還不太會受到影響 但是可以看到到禮拜天的時候 我們台灣附近的水氣量 會比較明顯的增加 禮拜天到禮拜一幾乎全台灣的 降雨機率都會比較偏高 也都比較容易有短暫的震雨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連續假期四天 元旦連續假期四天的話 北部的話跟東北部地區 可能是連續四天 都是比較濕冷一點的這個天氣 甚至有點濕冷到轉濕涼 中南部的話呢 在第一天禮拜六的時候 還有在禮拜二的時候 天氣是比較穩定 但是中間的禮拜天跟禮拜一 這兩天也是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會有點濕涼的這種天氣 所以提醒大家 在規劃這個四天行程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注意整個天氣的一個情況 那麼對於北部來說 幾乎未來一周都是比較不穩定的天氣 容易下雨之外 也是比較偏涼一點的這個天氣 那麼另外呢 菲律賓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目前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 有一個熱帶新低期啊 正逐漸的增強當中 預計是有機會增強成為輕度颱風 那麼接下來禮拜四 就會影響到菲律賓呢 到禮拜六的時候呢 會逐漸進入到這個南海北部 那麼在禮拜天我們台灣附近水氣量增加 最主要也是因為這個熱帶新低下 它的外圍環流一些水氣 隨著氣流飄到我們台灣的上空來啊 所以呢這個熱帶新低下也要特別注意 尤其我們在菲律賓的這個 觀眾朋友們 或者是想 即將在 外圍幾天想要去菲律賓的話呢 都要特別的注意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溫度的話 可以看到紫色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冷空氣的位置 所以可以看到在 今天晚上冷空氣就會逐漸南下 冷空氣影響我們台灣最顯著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 禮拜五跟禮拜六這兩天 接下來禮拜天可能會逐漸的 小幅度的這個回升 但是到下個禮拜呢 可能還會再有一波冷空氣南下 所以外來的這個禮拜幾乎可以說 是比較偏冷 偏涼一點的這個天氣 所以提醒大家可能要特別的留意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外圍四天容易下雨的地方 禮拜六之前 最主要是迎風面的北部跟東半部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冬天幾乎下雨的地點 都是在北部跟東半部 但是這一次的話可以看到 是在我們的基隆培岸 還有這個迎風面的地區 是有局部地區 這個雨勢可能會比較大一點點 顏色是稍微比較深 接下來禮拜天的時候 水氣量比較明顯的增加 全台灣都會有下雨的這個機會 尤其是我們北部跟東半部的 這個迎風面 另外我們南部 因為水氣是從南部上來的 我們南部也會有比較明顯的 這個下雨的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剛提醒過 大家在規劃行程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那麼接下來未來幾天 我們來看一下溫度的趨勢 在南部的話 低溫的變化 反而可能不是那麼大 大概溫差在1到2度左右 但是可以看到 外來的這個趨勢 是有在逐漸的往下降 尤其在高溫的話 最主要是受到 白天的雲亮的影響 那麼在北部的話 就比較明顯的可以看到 禮拜五 禮拜六到禮拜天的 這個清晨的低溫 都是比較偏低的 那麼空洞地區 包含我們剛剛有提醒過 可能包含大台北地區 這個低溫 是有機會下降到 大概只有13 14度左右 要特別注意 而且不只低溫 高溫也會比較明顯的往下降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就會逐漸的變冷了 到明天清晨的時候 最冷的時間點 禮拜五到禮拜天的 這三天到禮拜一 有機會會逐漸緩慢的回升 但是幅度是比較小的 所以提醒大家 要特別去外幾天的保暖 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氣 要特別注意 就是溫度的往下降 風速深強 還有迎風面 北部跟東半部的降雨 會變得比較明顯 中南部的變化 反而比較沒有那麼大 那麼明天各地的天氣的話 基本上跟今天是有點類似 只是北部跟東北部降雨 很快還會再更明顯一些 溫度明顯的往下降了一點 另外我們中南部 要特別注意是我們南部的話 空氣平直 高雄平東有機會到達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這個等級 所以最後提醒大家 天氣的變化 今天晚上大陸冷氣團 就南下了會轉冷 那麼禮拜五跟禮拜六 清晨是最冷的時候 中北部的空旺地區 有機會下降到 只有13到14度 那麼也包含東北部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長輩幼童 還有我們這個身體 可能比較虛弱的人 都要特別注意這個保暖 不要讓這個天氣變化 影響到我們的這個健康了